天龙八部被霓光带笔,悲剧连连 据说金庸写天龙八部时,屡次出差,就找霓光带笔 第一次出差,阿珠被打成重伤 金庸写出巨弦装之意,把阿珠救活了 第二次出差,阿珠被写死了 金庸写出个与众不同的阿子 第三次出差,阿子又被打了个半死 金庸把萧峰发配长白山,救活了阿子 第四次出差,霓光把阿子的眼睛写瞎了 金庸把霓光打个半死 好不容易把阿子的眼睛复明可消风,终于死了 随时传闻,但据霓光自己说 金庸在写天龙八部时,忽有长期出游计划 请他代写三四十天 霓光因为讨厌阿子,就把他写瞎了眼 金庸说我自有办法,才有了现在的阿子 犹坦之,一个痴情相爱 宁愿将自己的眼睛送给爱人,一个性格强玩 把以复明的眼睛又挖了出来 金庸写小说的能力可见一斑 抖音,记录美好生活 这所大学只存在八年,却保住了中国文化血脉 八十一年前,战火纷飞的年代 一群高校教师,为了保住中国文化的血脉 不畏艰险,带着学生举家迁徙 从北方到西南,完成了中国教育史上最伟大的长征 建立了一所只存在了八年的大学 校舍只能用茅草搭屋顶 有的教师只能住牛棚,被称为史上最穷 却走出了两位诺贝尔奖获得者 八位两单一新元勋 一百七十亿位两院院士 被称为中国教育史上的珠穆拉玛峰 这群教员的名字意义深绘 唯一多,华罗根,陈代孙,冯有兰 这所学校的名字更为耀眼 他就是西南年大 打鸡血的来历 打鸡血起源于中世纪的欧洲 将鸡血输入人体,仍很快面红而至 清朝末年,打鸡血开始传入中国 上海医生于昌石当众打了一毫升鸡血 很快面色红润经历春沛 鸡血疗法越传越神 据说包治百病 包括心脏病老花眼脱发不孕症 脚气咳嗽感冒食欲不正等 于是很多人抱着大公鸡 排队到医院打鸡血 视察上雄壮漂亮的公鸡一度成为抢手货 由于鸡血是直接注入到肌肉组织 所以不会有严重后果 但会导致皮肤发红心率变快 甚至会休克和死亡 于是大家也渐渐放弃了这个疗法 只剩下打鸡血的预言流传 民国各项第一 第一杀手王亚乔 第一美女蝴蝶 第一才子钱钟书 第一神童江西章 第一国学大师王国伟 第一女刺客 师剑翘 第一奇女子吕碧成 第一催战高手周妈 第一象棋高手庞树胜 抖音记录美好生活 三毛的爱情 三毛原名成莫平 1943年生于重庆 从小性格孤僻 13岁那年第一次自杀被救 29岁时 为婚夫心脏病突发而亡 随后被小八岁的西班牙青年 何希追求 后在撒哈拉上墨一小镇结婚 36岁时 丈夫何希因潜水意外丧生 1989年 三毛专程采访了 三毛流浪记的作者张月平 了去夙愿 1990年 三毛与西部歌王王罗宾 展开了一段短暂的望年之交 三个月后 48岁的他在医院以丝袜 饶紧身亡 三毛说 每想你一次 天上就飘落一粒沙 从此形成了撒哈拉 史上十位特殊天才 历史上很多天才 其实都有特殊病症 爱因斯坦孤独症 梵高自闭症 贝多芬造育症 库尔特哥德尔 被迫害妄想症 瓦斯拉夫尼金斯基 精神分裂症 爱德华蒙克 急性焦虑症 列夫托尔斯泰 抑郁症 达尔文 场所恐惧症 海明威 家族遗传 自杀综合症 牛顿 几乎涉及到所有精神病 然而不管牛顿患有多少种精神疾病 他都为人类做出了巨大贡献 知识就是力量 1947年 因教育经费缩减 上海交大3000学生 发起身世浩大的护校运动 要进南京谈判 抵抗摧残教育 肢解交大的行为 政府大惊 把上海所有火车停了不卖票 学生们在厂房 找到了一个车头和24节车厢 由机械工程系 自行组装并开出车站 政府无奈 拆掉一段铁路 土木工程系 利用路边工具材料重新铺好 政府又拆掉一段 并收走材料 学生拆掉火车后段铁路 补前段 知识就是力量 换做你的专业 你可以为此做什么 六岁女孩和她的糖果帝国 英国六岁小女孩莫莉 最近为自己的第三家 糖果连锁店主持了开业仪式 成为英国年龄最小的 企业家之一 莫莉终于到周五上学 周六就会到其中一家店 坐证一整天 星期间更是清晨 五点就起床进货 每家店里都有温度计 轻微一下降 冰淇淋就打折 据莫莉母亲介绍 莫莉接下来还要进一步的 扩张她的糖果帝国 你六岁的时候在干嘛 两只鸭子差点改变了中国近代史 清末名称李鸿章 小时候嘴馋 投了别人家两只鸭子吃 事后越想越内疚 就问小伙伴们怎么办 朋友们建议她投紧自杀 立即迅速马上 李鸿章拿不定主意 就去问母亲 母亲教育她 所有成果都要通过自己双手获得 并给了李鸿章两只小鸭子养 收获后 她还给了人家两只鸭子 外加几个鸭蛋的利息 两只鸭子差点改变了中国近代史 键盘排序的谎言 键盘刚发明的时候 是完全按照字母顺序排列的 1868年 打字机之父 萧尔斯发现键盘很容易损坏 原因是打字速度太快 一些键容易冲撞造成的 于是她就让她的妹夫 一名数学家 帮忙设计出这种 QWERD字母排列的键盘 以缓解打字速度 为了让人们接受这种键盘 萧尔斯谎称 这种排列是为了提高打字速度 是彻头彻尾的谎言 身价百亿却受尽创伤的女人 赌王长女何超英 母亲是澳门第一美女 嫁给了当时还一无所有的赌王 何超英曾获选全球50商界女强人榜 70年代嫁给富亨之子 1981年离婚 从此带着女儿游走20多个国家 长达14年 迄今二地车获生户 母亲离奇得病 父亲一娶再娶 她也被传精神失常 每每被媒体拍到都是形容哭稿的模样 2014年 在病痛的折磨下 这个半身坎坷的美人 李氏 中年67岁 或许身在寻常人家 对她才是一种幸福 得晕 守牧人 明末将领袁崇晃公元1630年农历8月16被淹杀 据说当晚阴霾这天心悦全无 袁崇晃高悬甘笛的头颅不见了 到其头颅者正是袁崇晃手下一名姓蛇的谋士 蛇翼是冒着满门超战的危险 将其遗骨收葬在自家院中 民中前他留下警讯 袁大将军无后代 蛇家人一定要世代相传 为大将军守牧不准回广东部里 至今蛇家守牧已388年 蛇家第17代是79岁的蛇佑之 蛇佑之说不为别的就为忠义二字 为什么2262年会过两个春节 因为2262年正好是润真月 润真月差不多平均200年出现一次 中国的春节是农历真月初一 农历作为阴阳历 每月的天数依照月亏而定 平年一年比功利少约11天 为了迎合地球围绕太阳运行周期 每隔2到4年增加一个月 而增加的这个月就是润月 这一年就成为润年 如果增加的这个月正好是真月 就可以过两个春节了 不说了 努力活到2262吧 死在厕所里的国王 1760年 长期便秘的英国与爱尔兰国王 乔治二世在方便时 因用力过猛心脏病发作而死 1589年 法国国王亨利三世正在方便 一教室乘上重要情报 亨利三世接过密信 教室趁机拔刀刺入他小腹 亨利三世重伤而亡 故宫镇宫之兽 故宫有很大一部分是不对外开放的 传说60多年前 故宫博物院晚上巡查保卫的人员 经常看见有些奇怪的动物 说像老鼠但特别大 说像猪又跑得奇怪 有人说这是皇家专门养在东西宫内的镇宫之兽 后来好些人想抓住一两只 但快60年了 看见的人很多 却没人真正抓住过一只 中国吃文化 谋生叫糊口 岗位叫放碗 寿库叫混饭 花鸡蓄叫吃老本 混得好叫吃得开 寿人欢迎叫吃香 占女人便宜叫吃豆腐 女人漂亮叫袖色可餐 寿人照顾叫吃小灶 不顾他人叫吃毒食 受到伤害叫吃亏 女人肚主叫吃醋 连见面打招呼也是问你吃了吗 比尔盖茨一生最重要的选择 比尔盖茨一次接受杨兰采访时 被问到他一生中最聪明的决定 是创建微软还是致力于慈善 他回答说都不是 找到合适的人结婚才是 而古神巴菲特曾经也说过 自己认为一生中最重要的决定 是跟什么人结婚 而不是任何一笔投资 选择伴侣不仅是选择一个人 更是选择一种生活方式 一个南大人听了会沉默 东南人听了会流泪的大学 这所大学曾是亚洲第一 世界前500强 即使是西南联大也有所不及 1949年 这所学校师资被拆分 文学院理学院组成南京大学 商学院成了上海财大 法学院成了华东正法 影音部成了北京电影学院 音乐学院成了中央音乐学院 医学院成了上海医科大 电子学院成了成都电子科大 共拆分为20多所院校 它就是民国第一学府 国立中央大学 不愿被神话的任正非 在创业之初 华为没有资本 没有人脉 没有资源 没有技术 没有市场经验 却用30年时间成功利息 做到了通讯行业 世界第一的位置 然而身为拥有18万员工 业务遍布超200个国家的 华为掌舵人 任正非却说自己并不聪明 更不愿意被神话 在2000年以前 他一度才是抑郁症患者 多次想自杀 直到2006年 任正非去一家面馆吃饭 才终于放弃了自杀的念头 我们坐在大厅 有很多村庄的农民姑娘在唱歌 我请她们来唱歌 一首歌三美元 我看到她们那么兴奋 乐观 那么热爱生活 贫困的农民都想活下来 为什么我不想活下来 那一天我流了很多眼泪 从此再也没有想过要自杀 搜索关注头条号历史上的照片 查看更多文字内容 两相厮守的来历 据古文记载 古代江南大户人家若生女婴 就会在家中庭院栽种一棵香章树 女儿到代嫁年龄时 香章树也长成 媒婆在院外只要看到此树 便知这家有代嫁姑娘 便可来提亲 女儿出嫁时 家人要将树砍掉 做成两个大箱子 放入两箱丝绸 作为嫁妆 取两箱丝首之意 星巴克创始人舒尔茨 他12岁偷一罐咖啡 给训酒的父亲曾遭暴打 29岁他聚见父亲 一周后回家 父亲已去世 在遗物中他发现了 12岁时他给父亲的 那个咖啡罐里面 有父亲的信和开咖啡馆的愿望 他悔恨交加 发誓要完成父亲遗愿 创业之初他未筹集 100万美金求助了242人 有217个人拒绝了他 甚至有人认为他疯了 他就是星巴克创始人舒尔茨 最后的压寨夫人 杨炳莲是相信文王张萍的 第三任妻子 当年湘西剿匪后 众多匪首的压寨夫人中 只有他一人存活了下来 16岁那年 弥生显赫的张萍上门提亲 杨父看见丰厚的聘礼 二话没说就同意了这门亲事 杨炳莲见张萍身材魁武 一表人才 也对他心生好感 所以与其他被抢上山去做压寨夫人不同 杨炳莲完全是心甘情愿的 婚后还为他生了6个儿子 4个女儿 28岁那年 杨炳莲成了寡妇 带着孩子回到了家乡 他说张萍虽身性多疑 脾气暴躁 但很爱自己 这一生并不后悔嫁给他 欧洲一大碗小国 对日本持续宣战102年 位于欧洲的黑山共和国 国土面积只有两个上海那么大 军队人数最高时也不过6000余人 公元1904年 日俄战争爆发 作为兄弟国的黑山也主动对日本宣战 这时的黑山身份很尴尬 连海军空军都没有 只能临时征集了一批青年 随沙俄海军远征日本 三年后 沙俄与日本签订了停战协议 然而一直默默付出的黑山 却被大国们遗忘了 签订停战协议时 也没人想起黑山这个国家 直到本世纪初 黑山整理本国历史 才愕然发现 原来从法理层面上讲 这102年来 他一直与日本处于战争状态 经过紧急协调 黑山与日本的战争状态 最终得以取消 民国著名落榜考生 1946年 有三个女孩报考清华落榜了 分别是校长没一起的女儿没组分 清华建筑系主任梁思成 与林慧音的女儿梁在宾 文学院院长冯有兰的女儿冯中浦 清华建筑系是梁思成和林慧音创建的 两人也都是清华人 可女儿竟然没考上 林慧音按照程序调取了 女儿的试卷进行复查 发现是女儿在打卷时出现了失误 于是接受了现实 鼓励女儿改脱北大 并被北大西语西录取 至于梅校长的女儿 则去了比清华录取分数 略低一点的燕京大学 MI